这次真的很谢谢你啊 如果没有你帮忙 我们肯定搞不定那些资料 还有今天 我们把要唱的歌给定下来了 大家现在都信心满满的 只是我 我一直在 其实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我不知道你是真的喜欢我 还是正好需要有一个人 把你从上一段感情里拉出来 甚至 你只是把我当成个代替品 你什么都跟我说了 你打架 辍学 你父母离婚 我肯定唯独没有提起他 我知道 可能他现在还在你心底里 在某一处 你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忘了他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 但即使是这样 我还是想要跟你在一起 其中 我喜欢你 跟你的钱 工作 家事都没有关系 跟你的过去也没有关系 虽然 别人跟我说说什么 一个人的过去 决定了他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人 可我觉得这个 这个万事是没有绝对的吧 与其听别人 各种猜测 和各种理论 我更愿意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我喜欢的是现在的你 是我眼前的这个卸童 可是你不怕 我不怕 我爱你卸童 我愿意相信你 哪怕我爸妈说他不同意 觉得我们不合适 可我还是想要跟你在一起 安妮姐说得对 说人应该勇敢地去面对 而不是说消极地等待 你说这工作也好 生活也罢 谁能保证 谁能一帆风顺呀 那既然如此 我就要勇敢地 面对我自己的感情 哥哥 我真的太高兴 你愿意相信我 愿意跟我在一起了 你知道我 我本来以为 你以为 我会跟你分手吗 我现在真的觉得自己 特别地兴奋 有你 有音乐 有兄弟们 你还记得我们俩去看 换作之前 我真的想到不敢想 你还记得我们俩去看日书的那次 你跟我说 你说要跟我去更多的地方 看更多的风景 做更多更多有趣的事吗 嗯 我们一起去美国吧 我想跟那小球 我们这儿儿全物价具 都可以定制的 对 安妮姐家的牌子 好像也是这个 是吗 嗯 嗯 嗯 那个我们自己逛逛就行了 你不用陪我们了 好 好 谢谢 你们请便 嗯 太喜欢了 我就喜欢这种复古的 这种复古的我可喜欢了 你喜欢吗 我觉得也挺好的 我以前就有个梦想 如果以后有我自己家的话 我一定要装修得特别好 那种飘窗你知道吗 咱们可以坐在上面 晒太阳看书 还有那种大大的床 我就铺上去睡个昏天黑地 还要再来一个大的浴缸 在里面泡个牛奶浴啊 玫瑰浴啊什么的 行 都听你的 你喜欢什么咱就买什么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反正这些东西我也不在行 我学长 我公司卡都交给你了 只要别是太贵的 随便买 那也不行 你不能一个人花钱 我也有公司 明天我去银行开个账户 把我们的钱放在里面 当家庭基金怎么样 行 听你的 你一个äm一家后 美国那边说了 如果演出成功的话 我们可以去常用 我们需要一个经纪人 跟那边的演出公司 和酒店对接 你懂音乐 也懂英语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去 可以实现我们的梦想 你不是天天说 朝九我问你太乏味吗 你也说你从小到大 生活一直循规蹈矩的 任何事情 都是别人帮你安排好的 你也想跟别人 做一点不一样的事 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去 我们去纽约 看白老汇 去听包迪伦 我们去洛杉矶的海滩 看日出 去黄石野营 自由自在的 什么都不用考虑 外观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我永远都陪着你 美国的合同已经签了 他们说了 如果我演出成功的话 可以续约一年 甚至两年都有可能 反正到了那边 演出是一场接着一场 前景是一片大好啊 你不知道 长城那小听着这消息 高兴得都哭了 对了 还有住宿的问题 他们也给解决了 到了那边 咱们拎包就能入住 我想了 咱们俩一会儿呢 去趟超市 买点吃的呀 喝的呀 还有用的东西 然后咱们俩 谢彤 我不能跟你去美国了 为什么 我不想放弃我现在的生活 怎么说 冠冠 是不是你爸妈那边 有什么问题啊 如果他们那边有问题的话 我还没跟我爸妈说呢 我自己仔细想过了 我觉得还 还没跟你到 去美国的时候 可是这样的话 我们俩就不在一起了 我 那你会跟我分手吗 我不会跟你分手 我怎么会跟你分手呢 难道我去美国 你要跟我分手吗 谢彤 我爱你 可是除了爱你 我还有我需要承担的责任 和属于我的生活 我不想成为你 成功道路上的绊脚师 你走了之后呢 我也会好好工作 好好生活的 我不想这样 如果你决定不去 那我也不去了 那我也不去了 不行 你一定要去 那是你的梦想 你那么热爱音乐 如果你不去的话 你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我爸妈跟我说过 说两个人在一起 要一起进步 我觉得他们说得挺对的 你觉得呢 你会不支持 如果我不跟你去美国 的话 我们的感情会遇到很多问题 但是我相信 只有经得起考验的感情 我相信你 才是最真挟的 最值得我们付出的 所以你到了美国之后呢 即使我不在你身边 我还是希望你能认真地唱好每一首歌 也许你会大火 也许你不会 但你永远都会是我的骄傲 季童 你要记住 自始至终都有一个人 不管你变成什么妖子 他永远都是你最重视的观众 我会永远在这儿等你回来 听你 唱歌 我会认真地大护子 我会想不得到你 我会长细地把的图子 跳起来 我会想不得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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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想不得到你 你必须好 我会想不得到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